受颱風啟德的影響,市區經常掛起大風,還不時落起趙雨 天文台說,颱風啟德正逐漸遠離本港 颱風啟德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大約310公里 預料會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時速25公里,大致移向雷州半島 隨著啟德移離香港,香港的風力正逐漸減弱 教育局宣布所有幼稚園、肢體相殘兒童學校和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 在風暴集港期間,消防署只獲多宗臨書報告 由於啟德正逐漸遠離本港,港鐵所有列車服務將會維持正常 而九巴、龍運巴士和乘巴也會恢復正常服務 至於航空交通方面,就有12班抵港的航機和9班離港的航機需要延誤 民政事務中署就開放了24間臨時庇護站,終於有百多人入住 而當局就設立了24小時查詢熱線28351473 被市民查詢有關颱風的消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都ont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・編曲・編曲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